每年七八月这个时候是赛哥的季节 但是鲁哥集团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出动 他们会到山区来架设鸟网抓鸽子 进而勒索鸽子的主人 所以苗栗县政府和警方现在除了要拆除鸟网救鸽子之外 只要民众检举查获一张鸟网 就可以获得三千块钱的奖金 远景来到偏僻山区 赫然发现长达一百多公尺的鸟网沿着山头架设 上头又五只鸽子动弹不得 一同前往勘缠的县长刘正宏 除了帮忙救鸽子还打电话联络鸽主 突然接到县长电话 鸽主不敢相信还担心是诈骗集团 因此要求县长当场放飞鸽子 让他自己回家 为了防止不效的鲁哥集团继续非法抓鸽 县府也提出奖金 要民众一起来救鸽子放鸽子 用力拆下补鸽网 县府和警方联手 希望能嚇阻鸽鸽集团恨行 减少犯罪新闻发生 民事新闻邱俊昌 苗日报道